我们注意到北约的网络安全政策正被个别成员国所绑架 充斥着双重标准和自相矛盾 北约宣称恶意网络活动可构成武装攻击 进而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条款 同时却对个别成员国公开宣称 采取进攻性网络军事政策视而不见 北约宣称推进和平的网络空间 同时却对个别成员国发动的网络攻击 可能将和大国拖入地缘冲突的威胁 选择性忽视 北约宣称维护网络空间秩序 同时却对个别成员国抛弃联合国共识 公然将他国关键基础设施纳入网络攻击目标 集体晋升 我们希望北约中小成员国在网络安全上 能多一点战略自主意识 同时呼吁北约特别是北约大国 切实遵守联合国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框架 以负责任的方式同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稳定 维护网络空间不笔网络空间和平与稳定 和平与稳定 入方式同じ